我们家新房装修完两个月就入住了 经过一系列的除菌 已经完全达到了国家新检测标准的0.08 现在已经入住快一年的时间了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最开始除甲醛的时候 也试了很多种方法 也走了很多弯路 现在告诉大家一个最省钱又有效的除甲醛方法 夏天是除甲醛的黄金季节 一定要开窗通风 夏天每时每刻都在散发甲醛 如果关窗 空气中的甲醛浓度就会饱和 家具建材就不会往外释放甲醛 所以建议大家要一直开窗通风 因为开窗通风可以带走空气中流动的甲醛 从而引进室外新鲜的空气 这样就可以降低室内的甲醛浓度和甲醛含量 第二点就是我们不要等着全部都装修完之后 才想着我要开始除甲醛了 我们要在柜子做完之后就要开始除甲醛 因为活性炭可以帮助我们吸附甲醛 我们可以多买一点放在柜子里 还有抽屉里面 这样帮助我们吸附柜子里面的甲醛 然后开窗通风可以带走空气中的甲醛 就是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我一直使用的就是清棉家的 清棉家也是一个大牌子 它一箱里面有40包 看一下 它外边是高透气无防部 里边是球形活性炭 它是个吸附能力很强 我剪开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它就是这种球形活性炭 这种它吸附能力会更强一些 而且它可以除甲醛 除本 除TOVC 还有除异味 这些对我们的身体都非常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除甲醛 里边还送两个检测盒 可以随时检测屋内的甲醛含量 而且这个活性炭 我们放在柜子里面放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拿到太阳底下暴晒两个小时 然后可以放回来继续使用 它可以重复使用三年 所以大家家里边有装修的 有装修好的 新房要开始除甲醛了 我们一定一定要开窗通风 把房间门也都打开 一定要珍惜这个夏天除甲醛的黄金时间段 然后再多买一点活性炭放在柜子里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将甲醛除干净 早日入住新房 好吗 好吗